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说到日本本田公司大多数中国人还是蛮认可的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本田确实抓住了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心理 比如近几年火爆中国的SUV 大多数中国人喜欢空间足价格低的车 于是本田推出了宾志和SRV等车型 并且价格每年不增反价 在不到10万元的价格区间内 骑车型在国内卖的异常火爆 但是老马也有10前提的时候 有几款车却在中国遭遇滑铁炉 虽说本田抓住了中国消费者的心理 其中有一款车型在中国卖的却不好 那就是本田旗下的敬锐 这款车在配置上可以说是简到极致 没有了电动车窗也就算了 竟然只有顶配车才有一个LED大灯 而且辅助操控更是过分到一个没有 没有倒车影像 更没有可以自动调节的座位 小编更不能人的是连GPS导航都没有 国内3万多的车都有定位系统 你这样对得起中国的消费者吗 当然了这款车的价格只在10万上下 价格倒数不高 只是这样一款空壳的车谁会买呢 真的把中国人当傻子了吗 这款车可以说是本田的一个极大的失误 为了降低成本在配置上下功夫 小编也是RAIL福气 以及这样还有人夸敬锐是一款成功车型 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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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